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前方一辆铲车挡住了去路 原来这条上山的路是一个多月以前刚刚打通的 为的就是即将进行的大事 已经过半月了 两台机器我挖通 现在留了一台中机呢 前面的路还不行 还要维护一下 我就期待它都卖点钱 卖点好价钱 到底是什么大事值得让他们如此大费周折 耗时费力地开路前行呢 进入六月 生活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山区的人们 陆续开启了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收获时间 不过您可别以为他们只是在贩卖木材 因为眼前这一根根被装上车的木材 只能算是额外的收获 真正的宝贝并不是他们 正所谓靠山之山 种植在高山之上的厚破 是一种木本中药材 很多知名的中成药里都需要这种树的树皮 多年生的厚破非常高大 收获起来相当耗时费力 从厚破这个中药材的 在这个十到十多年油品比较好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碾汗 含量就打不到标 没有水分都拨不脱 多大一张啊 这片山上的厚破 是王金富他们亲手种下的 经过了二十年的时光 终于到了要收获的时候 王金富希望二十年的辛苦栽培和漫长等待 能够换来一个令人满意的收成 王金富的岳父是上一任村党这部书记 村民都是在他岳父的带领下 才开始创始中药材生产的 原来就九高中的以内 就基本上是红山红坡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发展中药了 原来是一片红山 基本上来说 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 现在好在多 基本上都是药材一收 大部分里面都在树 这样做的话 大家都能够挣两个钱吧 尔贝尔 这个老大爷都八十岁了 一天还有时间要挣两百 一般就在一百五以上 一百五以上一天 他要挣三到四百斤 有时间要挣四百多五百斤 喂 活老门 你好 今天这个厚薄皮 啥子价位啊 打开那个普通丝八千五一斤 这是这个毛皮嘛 普通的毛皮丝 八千五 那现在加工组成金皮这个呢 它打开是一万三千五 一万三千五 哦 好的 现在这个货物好销吧 好销 但是你要做成金皮 哦 要做成金皮加工的 粗加工 哦 做成金皮 好的 为了能让辛苦种植的药材 能够卖个好价钱 王金富一直有一个念头 嗯 我记得我最近呢 主要是想建那个一个这个 这个粗加工厂 在野生的 炒本的 种的 所以现在我们老百姓 种了这么多 我那建个点呢 一个是方便了我自己 二个是方便了我们的老百姓 且下它就可以价钱卖 卖高一点 嗯 增加一些收入嘛 哎 站不得啊 啊 站不得 等你这么两天了 我上后面皮肯都打好了 请你帮我销售啊 行 我就是过来看看 这个皮子还挺厚的一个 你要挺厚的 这个皮子好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 好嘛 那我你卖给你 我帮你把这个销售了 好嘛 好嘛 那我就按四十年了 我给你收购了 好 帮你销售嘛 我买的销售还要 还要有出家一道工 还要把它弄那个蒸气 把它蒸爬 蒸爬过后来切成丝 尽管自家的收货 已经让王金甫忙得不可开交 可村里的劳动力少 老年人又多 所以他还要抽时间 帮助其他村民 过两天我过来把这个蒸的一下给你结了 钱是没有的问题 钱全部放到我手里没带着 我相信你 这个不成了不成了 青龙村位置偏僻 人口分散 要走很远的路 才能把药材运出去 路上时间长 品质受影响 价格就上不去 劳动力少 种植量小的农户 就更加不划算 为了帮助村里人增加收入 方便他们销售 王金甫会收购村民们的药材 免去了小农户运输和销售的负担 这也是他想在村里建厂的原因 上山去找我岳父 他因为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老干部 看事情比较晚 老岳父陈泽厚 是青龙村的上一任党支部书记 王金甫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总是喜欢去找他商量 老党支部书记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 闲不住 在山里弄了个养风场 由于位置偏僻 很多路段只能依靠步行 沿途上可以看到各种中草药 这片山应该有这个中药材 有几十种 每一个机械它都有不同的产品收购 这是我们种的云木香 这个东西最贵 这个因为发到这个拱州 都是一两百块钱 这是我们这个野生的党生 这是黄白 绿水青山 我们这个就是金山银山 有这个就是金山银山了 这都是我们人工总之道大红 再上要三年收购 因为在九月 九月到二三月份都可以收购 每一种中草药都有特定的收货时间 每年的六七月份 村民们主要是收货如厚珀 黄白 杜种等木本类的中草药 因为种植种类多 所以只要肯干 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收入 这一块 这一块有100区吧 爸你这两天梦啊 这两天我就是有这么个事情 我就说专门上来找你商量一下 今天我们要剥这个素皮吃啊 我想跟你这个收购油材的老板 联系一下 对价格的问题 他都说你如果说是能够弄个出加工店 弄个出加工加工 价格稍微要高一点 要多卖点钱 你看这个得不得行 高的是个好事 高切是好事 但是这个难度也大 难度搞肉活生有难度 青龙村是平武县 最早发展中草药种植的村子 回忆起当年青龙村的发展之路 陈泽厚记忆犹新 那是没有火山 也没有工路 我就从你们地点 我打了个便到村外 原来是缩下去 跋上去 背下回去买嘛 就东西背价子嘛 往下背嘛 一天背三转 但是回来被这个背上都磨去包了 那时候发展路不通吧 就人工修 修到大家集资 修一条便道 原来的路从下边对着倒坡 开始动工的时候 老百姓都比较热潮 挣到中头老百姓一件就来了 就不干了 尤其就不来了 有一件我磨得好多垃底 我不干 你一个路修通 我磨得好多垃底 最后的人员就越来越少了 那时候就是战亚树 就没有路啊 后来变到一大通的时候 要好一点 后面又把路亏宽 到现在的能够过车 这些 都是我父亲 主持老百姓 一处一处地挖出来的 比较辛苦 老百姓呢 有些老百姓理解 有些呢他不理解 就这条3.9公里的水泥路 暗化 我们有900米 是经过下面这个村里 下面的村要上过屋 老百姓天天堵天天老 头疼啊 正因为深知岳父 一路走来的艰辛 王金富才不愿当这个村 当支部书记 在这个当村干部的家庭 生活了这么十多年 你十多年看他骑着 他还黑 为我们这个路 半夜半夜骑半夜半来 还有这个老百姓呢 不理解修我们这个路的时候 还往那里闹 还要天天来找他 说这样说那样的事情 我看到这些细节问题 我都感觉到非常 这个老婆都头疼 头疼我不敢 我当时还是不同意他当 因为我当时觉得当了那么多年 也觉得36年 得罪不少人 本人就说 你看嘛 他官当了 他那女性当了 他是舍不得 所以我们觉得呢 我们就不在乎这个 因为我搞经纪来是 不算有头了 那也算一般 所以我就觉得不当干部 那就放这搞 所以要当干部 那就要为道平衡福利 也就说 要得寸人 当干部不得寸人 就干不起来 小伯 当时 青龙村的青壮年 大都在外无功 村里只有五名党员 几经考察 政党委还是决定 任命王金富 为青龙村的新一任 村党日部书记 可是 王金富坚持不同意 他都是不回来干这个工作 他看到我父亲干这个 也特别的 得说肥老婆 他都不想回来 当这个村子说 心里不愿意干 心里老婆 因为作为我们的文化 现在的工作不好整 我们整整世界的 对老百姓呢 我们要做点 事大事的事情 要搞点发展啊这些 你当个村干部 你把一个村搞不好 你绝对是个罪人 王金富认为 自己文化不高 头脑也不够灵活 无法承担这些责任 无奈之下 郑领导只好再次找到 王金富的岳父 希望他能够 做通女婿的思想工作 当我就来我做工作嘛 还是你必须来当 北京博人 那我说你们要同意 你们总是同意来 那我也没法做 就和他当 我们坐在这个山上呢 总得还是要有人 去领口 一某人来干 这个地方呢 就变化就不大了 作为他来说 他是一个当员啊 你既然你自己 举起拖子住的当 你必须服从当的安排 服从当的命令 然后他才会来 干这个工作的 就这样 在岳父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王金富切下了这个重担 一干就是九个年头 我们去学习一下 学习看一下嘛 边看边学习一下 要得 这个我也同意 搞了这么多年 把这个厂建起来 我也支持这个 这个市区 青龙村山多地少 要想建加工厂 谈何容易 场地 资金 人力 技术 都是问题 没有经验 没有场地 加工厂的筹建 问题重重 有那么多钱 你哪里有钱 山高路远 偏僻的小山村 如何走上 产业发展之路 请继续收看 三农群英会节目 这就是我们随北 这个青龙村的王司机 你好 你好 你这个规模 真的挺别大了 刚刚开始起步 我们也是足复的 现在慢慢的 一步步的发展壮大 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先向你学一下 这个重要材加工 这个重要材加工厂的 规模和技术 在平武县 都是数一数二的 让王金富好生羡慕 挂这个挂工费 好多钱 这个挂工的话 现在是八毛 八毛 然后现在是自然脱落的话 我们现在挑的是六毛 你们一天挂的 有点多个 有刮工的话 刮这个薯皮的功能的话 应该在二十多左右 这种货品的话 它是一块变钱 它是经营手药厂 它还是有烘焙成分 这个成分肯定很低 对对对 现在你们这个加工出来 这个皮只卖得到多少钱一袋呢 对吧 像这种货的话 现在是 我们现在销售价格在 14左右 一公斤 一公斤吗 对 我们今天没切 没切事就是 直接晒干那种 八九块 八九块 对 这个是加工过程中 它这个 有开销出现 然后它的经济价值 也理论地切了 你这个机器 你们是哪种机器切的 机器我们就在 那种 那种 看 我也准备来弄个 小小的一个 那个加工厂 可以 你这个机器 这个加工厂 这个机器 这个多少千一台啊 去年 我们买回来 这个是投十万八一台 十万八 钢铁张价的话 现在都在五万多 五万多 我们每天出回来的悬货 基本上 就这一台机器 它都会全部 切成板真平出来 这个机器 它的操作是相当艰难的 它这个 现在约电的标准 它的约片的宽度 几乎都是在 0.8的宽度 然后现在跳这个 刀口的宽度 主要是在这个氛围 这个八寿 这个八寿下面 它有个 调宽度 我们要左右移动 就是宽度的调配 那这个八寿 它主要有一个 是前后倒退 极其的原料 是从这个壳子进去 然后出来 都成了板成品了 过去 由于不懂药材的 生产加工流程 村里人大多 只是将辛苦 收割回来的树皮 简单捆 后就直接卖了 价格低不说 质量也没保障 现在虽说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粗加工了 但是方法还是不够先进 比如 晾晒药材 就非常受天气的影响 所以你这个烘干房有点挺大的一个 这个都主要是就是悬货加工 悬货在一万斤 出来的成品在三顿 你们这个一坑下这个温度是达到有好多的 55到60 这个油瓶的话 你看如果我们在加工这个过程中在24小时以内加工 它这个油瓶里面的是没有没变的 在油间高的红区美术是永远不会超标的 王金富在仔细地询问完 他关心的每一个生产加工环节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请你帮下忙帮我发一台这个机器 我也准备来弄个加工点 我想定一台最小的 像我那个是切不到好多的 最小小的不要这么大型的 可以拿到定一台一天的出产量在5000斤左右的 这个钱也就在两三万吧 我想找了个老百姓来集资 也不太可心 我在想 他有点怕亏本 我先把钱捡起来 回到了家 王金富并没有说他已经订购了机器 而是和爱人商量 想自己出资 我想我有这么个想法 我们商量一下一家 反正我跟老百姓也摆过 我们来弄个加工 你看要不要得 加啥子工 就买火皮再撇一头戏 我今年身体又不好 我不想加工这个 好累哦 作为前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女儿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妻子 陈华比任何人都了解村里工作的难处 所以他不同意丈夫建加工厂 陈华的顾虑不无道理 村里建工厂 自家既要出钱还要出力 可即便再不情愿 最后陈华还是勉强同意了 由自家出资购买机器 高卖机器的钱要建在哪里呢 这里山多地少 想找快合适的场地 难度可是非常大 现在这个土地啊 像这个平地在红天之内是一般是不得配的 而一个火辣村 我们一个村会限制在这里 我们都把它利用起来 集体经济也有了 这个城市利用起来了 加起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呢 也就是打电工啊 小工啊 这些都有活干了 原来关于场地 王金复早有打算 他想将闲置的村委会就职 租用下来 王金复先是让妻子 学会掌握了药材生产加工的流程和标准 然后又召集起 父亲村里留守的妇女老人进行培训 并承诺按制按量 支付酬劳 如果不刮干净刮花了 他这个背点点走了 他价钱都给不到那么多 我们都别住啊 你看嘛这个 教学我这样 这么个刮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 对于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来说 这些工作的技术难度并不大 他们不怕吃苦 还是可以 对我们来说是很满意的 你家境嘛 我儿照顾了 骨头也照顾了 钱也在了 因为我们嘛 都亲情劳动嘛 肯定是越来越好 很快 加工好的药材 渐渐被堆成了小山 王金富也早早就联系好了 药材和木材的收购商 终于 赶在雨季到来之前 第一批药材收集加工完成了 这是王金富和村民们第一次将加工好了的药材卖出大山 虽然过程不易 但他们还是非常高兴 还能够高兴嘛 今天把这个货卖了 能卖到几万块钱 今天这一次货呢 大概就是六万 六万块钱 去 山路崎岖 总有人不畏艰难 负重前行 对于王金富来说 他并没有什么远大的规划或野心 建药材出家工厂的目的也很单纯 就是想让大家能多赚一点钱 少走一点山路 绿岁金山九四 金山印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